哈里斯向亞洲保證美國的持久承浪 日本派自衛隊運輸機扶亞國撤僑 英國將採取行動 潘激希爾反抗軍領袖他最後通跌 塔利班進軍合局準備開戰 防塔利班秋後算帳 Clubhouse隱藏亞國用戶個人資訊 有投資風險、澳洲知名基金拋空騰訊等中企股 澳洲批准台灣首支民間自製火箭飛鼠1號將在南澳洲發射 反擊哈里夫婦攻擊皇室言論 全英國女皇以採取法律行動 國際運費上將供應鏈受阻 或帶雷鮑美購物貴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欣 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24日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哈里斯23日在新加坡向東南亞作出保證 他表示 美國政府對新加坡、對東南亞、對印太地區作出持久的承諾 維護基於國際法和航行自由的秩序 特別是在南中國海 我們在這裡的原因是 美國是一個世界領袖 我們認真對待這個角色 法新寫說 拜登政府尋求恢復與東南亞地區的關係 想讓東南亞國家相信 面對越法處處逼人的中共 華盛頓有能力和這個地區帶來穩定 包括10個國家的東南亞正在成為美中越來越激烈對抗的場地 同時華盛頓批評北京 聲索幾乎全部南中國海的主權 當日哈里斯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簽署了關於打擊網絡要脅、氣候變化和冠狀病毒進行合作的協議 隨後哈里斯將在24日晚間抵達河內訪問越南 據NHK報導 8月23日日本政府發言人、內閣長官加騰聖信在記者會上表示 為了想讓離開亞國的日本人能夠迅速安全地離開 安排3架自衛隊運輸機前往撤橋 第一架C-2將在當晚出發 24日將陸續派出兩架C-130運輸機 日本政府已派出一支先險部隊前往亞國收集情資 防衛大臣岸信夫已下令自衛隊出動撤橋 姦騰表示 美軍在哈布爾的機場內部與周遭維護安全 周邊區域也進行航空管制 飛機能夠正常起降 塔利班也沒有妨礙從機場撤離人員的動作 在國際法上要派遣自衛隊前往他國的領土時 但實際上無法確定有多少人能夠抵達機場 以情勢所需 可能也會有其他國家請求協助 此外 根據路透報導 英國首相約翰遜22日表示 24日他將召集七大工業國集團G7領導人會談 共同討論亞國危機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在上週首先提出制裁塔利班的可能性 希望藉此向其施壓 而英國政府官員透露 英國認為G7應考慮對塔利班進行經濟制裁 拜登上週日表示支持英國推動制裁 另外 約翰遜計劃與拜登協調 延長美軍從阿富汗撤離的最後期限 以便疏散更多人 拜登表示 假如G7盟國提出要求 華府會考慮刑期 目前正與G7盟國密切合作 協助其公民撤離 克布爾爾筆的潘傑希爾峽谷成反抗軍最後據點 也是塔利班唯一沒有控制的亞國省份 22日 塔利班向反抗軍領袖馬蘇德的兒子 艾哈曼德四小時最後通牒 遭拒後宣佈進軍 23日 艾哈曼德接受了路透社電話採訪表示 希望塔利班明白 只有談判才能解決問題 他們不希望爆發戰爭 但如果塔利班試圖進攻潘傑希爾山谷 那他們將奉陪到底 抗擊一切的極權主義政權 當地抵抗運動還包括其他地區 他們擁有正規軍成員 特種部隊成員以及游擊隊員 塔利班最近通過推特帳戶宣佈 想百名士兵正在向潘傑希爾山谷 北俊法解決該山谷地區代表拒絕和平投降的問題 但路透社引述當地一名消息人士說 山谷內暫時沒有出現任何塔利班的車輛 也沒有收到任何戰鬥開始的報告 艾哈曼德強調 如果山谷外的塔利班部隊試圖入侵山谷 最終將招致反擊 他揮下戰線們想要捍衛 想要抵抗任何極權政權 同時他的部隊需要國際支持 還有很多該國其他省份的民眾 因為不想接受塔利班統治而選擇和他站在一起 此外 福斯國家網Fox Nation節目主持人羅根 23日在節目上評論 要說塔利班在意識形態上和基地組織無關 說他們沒有合作是整場阿富汗戰爭最荒謬的謊言 沙雷22日曾對羅根表示 無論是塔利班基地組織或伊斯蘭國 都不值得信賴 這三個組織之間的差異 就好像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的口味 如果將標籤拿走 你飲得出哪一個是可口可樂 哪一個是百事可樂嗎? 當紅語音社交軟件Clubhouse加入面書 推特和領英、LinkedIn 的陣容 為了保護阿富汗用戶的個人資訊盡一份心力 讓他們的帳戶難以被人查到 美國科技新聞網站The Verge 報導 目前很多民眾忙著刪除自己社交媒體帳號 和手機中可能顯示與西方或前亞國政府有關的資訊 據《華盛頓郵報》所言 塔利班精通社交媒體策略 包括在網絡上發布或營造形象等 因此也可能透過網絡用手鎖定西方國家相關者 Clubhouse已發信給阿富汗用戶 表示將隱藏他們的個人照片和簡介 並讓其他用戶更難從平台上搜尋到他們 新機制不會影響他們的粉絲數 如果用戶不喜歡 也可以手動恢復 Clubhouse 也提醒亞國用戶 基於人權及安全理由 平台允許使用假名 意味著用戶可以用假名保護自己 但同時也要當心 和自己往來的對象身份可能是假的 新機制是公司諮詢過言論自由 和有關專家後制定 總部位於密爾本的Mano Partners 曾向中企股票投資7.5億澳元 包括購買騰訊和阿里巴巴的股份 但首席投資官格里芬表示 由於投資風險上升 該公司擁有的所有中企公司的股權 在今年上半年全部售出 去年11月 中共政府禁止了螞蟻集團的首次公開募股之後 今年7月 又對科技和教育領域制定了新的規則 迫使公司接受安全審計或禁止外國資本 格里芬說 教育部門在一個週末的時間內 從營利性變成了非營利性 這些公司在3天內下跌了90% 在一個週末內資產幾乎變成了零 我們發現很難評估中國的投資風險概率 儘管投資者對投資中企股票的意見不逆 但是格里芬用中國的電信行業來解釋 中共政府的議程如何損害私營部門的資產增長 他說 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等公司 幾十年根本沒有賺到錢 原因是因為他們不被允許 政府依靠他們來補貼該行業的發展 當政府不想自己支付費用時 會以來私營部門 1月 Marno Palace基金公司 還賣了Facebook股票 當時這家社交媒體巨頭遭遇多起訴訟 並面臨世界各地立法者更嚴格的審查 但格里芬說 如果我擁有Facebook的股票 而政府決定對其採取行動 Facebook可以向法院上訴 他們會在法庭上得到公平對待 如果我今天投資阿里巴巴 中共政府改變規則 他們必須接受 所以從長遠來看 真的很難評估我能擁有些什麼 我想提醒人們 你是在一個一黨制國家投資 這樣和在澳洲、英國、歐洲和美國購買資產是不同的 《晉升太空公司》 打造首支台灣民間自製的探空火箭飛雪1號 因發射場地受阻 遲遲無法發射 8月23日 終於獲得澳洲政府批准 將由澳洲一家太空企業 在威爾斯灣發射台升空 去年2月 飛雪1號在台東藍田進行準備發射 緊點火未能升空 去年7月 《晉升》在推特發問說 花兩個月打造出來的機動式發射系統 已經完成全系統功能測試及發射模擬驗證 還附上飛雪1號在機動發射架上的照片 引發外界討論是否準備進行機動式發射 但此後相關信息沉寂一年多 23日 澳洲產業、科學、能源及資源部在官網宣布 莫利森政府批准台灣晉升太空公司的商業太空發射 將由澳洲太空企業南方發射 在南澳洲艾爾半島的威爾斯灣發射台升空 南方發射與晉升太空公司 將在未來幾個月內敲定升空時間 澳洲太空局局長巴勒莫表示 澳洲非常重視發射新興的發射產業 並為全球太空部門做出貢獻 這次發射可以澳洲太空部門打開大門 吸引國際發射客戶進行更多投資 英國哈利王子及梅根王妃退出英國皇室後 曾多次發表評擊皇室的言論 引發英國輿論花言 現傳出女王伊利莎白二世 對於兩人長期的不實指控隱無可忍 決定採取法律行動進行反擊 英媒《太陽報》近日率先援引消息人士講法揭露 高齡95歲的英國女王伊利莎白二世 深深感到受救了 報導指出 忍耐也有限度 女王和皇室只能忍忍致此 他們正在聘請律師協助 哈利和梅根將意識到一而再 再而三的惡議行為是不被容忍的 哈利王子上月透露 她正著手讚寫回憶錄 並將在明年女王登基70週年的 白金熙紀念之際出版 該消息讓英國皇室大為震驚 擔憂讀者在售書中講法煽動 也不排除對該出版商發出法律警告 據第一財經8月22日報導 浙江省二烏市是全球最大的聖誕用品集散地 每年提供了全球三分之二的聖誕用品 這些聖誕用品一般會在每年9月底完全出貨 但今年數百萬件聖誕用品 還積壓在倉庫內 業主表示 今年客戶的下單時間比往年提前了不少 但出貨卻合入了大規模的延遲 主要原因是國際物流的供應緊張 讓運費不斷攀升 船運週期拉長 最新的全球波羅的海貨櫃運價指數顯示 中國到美東航線40英尺標準集裝商的海運價格 已經突破2萬美元 同比上漲了5倍 8月13日公布上海出口集裝商運價指數 創出歷史新高 相比去年的最低點漲幅超過4倍 另外8月11日 全球運貨吞吐量第一大港寧波港碼頭 發現一例確診病例 引發梅山港區自當日起緊急封閉 暫停作業 讓原本緊張的國際運力雪上加商 因此有業主表示 現在的貨值還比不上上漲數倍的運價 因為一箱難求 市面上還出現了與提集裝商的額外費用 是今年新增的一筆費用 除了運費飆帳 生產聖誕商品的燃料也在漲價 此外 全球供應免疫變得越來越遲緩 導致貨運成本飆升 消費品短缺 或嚴重影響歐美市場的黑色星期五和聖誕 新年購物季節 再加上變種病毒蔓延 引發航運業主優心港口堵失問題加劇 目前阿迪達斯、孩之堡、哈斯布羅等公司 已發出了年中斷貨警告 數據顯示 在過去幾個月 從中國到北美和歐洲的貨物運輸成本繼續攀升 集中商航運巨頭馬士基首席執行官師傅 在本月的財報電話會議上表示 目前處於歷史高位的運費 是由於供不應求造成的 根本就沒有足夠的物流容量